阿姨 博恩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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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一個部分要談的題目的話 就是相片化 相片化的話 其實在很多的地方 把勒力學叫做相片化 平衡或相穩定 就是熱力學 所以大家如果再回去回想熱力學裡面 就告訴你很多的 其實整個在討論Face Stability 那我們在這裡要討論的部分是說 當一個相不穩定它會形成新的相 那到底這形成新的相這中間裡面 它的Sermodynamic跟Kinetic 尤其在Kinetic process到底是怎麼發生 這是我們有興趣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我們把相片化比較大略的去把它分內的話 可以分成兩種 一種說是Involved Diffusion Diffusion of Face Transformation 另外一種叫做Dispressive 或是把它叫做Non-Diffusion 也就是說它相片化發生的時候 並沒有涉及到原子的擴散等等 所以我們看第一種的話 就是所謂的Diffusion的話 它有Involved這個原子的擴散 原子的擴散的原因是來自於這個Kinetic Potential Gradient 那我們這裡舉兩個主要的相變化的機制 一個是Ningrational Growth 另外一個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當然為什麼會講這兩個 一定是跟前面的Diffusion會有關 一個是所謂的Down-Hear Diffusion 一個是Up-Hear Diffusion 就是一個在處理的是 Chemical Diffusivity是正的 一個是Chemical Diffusivity是負的 我們在後面再來介紹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Dispressive Dispressive的話就是說 你的原子在相片化當中裡面 它有一個像是一個 只是原子自己本身有一個Share Action 就是說像一個Mardincite的Transformation in Steel 就是我們在上柴島的時候 你有Mardincite的Transformation 就是說當你把它從高溫 把它降到低溫 你降的溫度降到多少 決定了你的Mardincite的形成的比例 基本上它不像是一個Diffusion的Process 就是說我到某個溫度我停了多少時間 然後它跑多少出來 它並沒有這樣子 那這個Mardincite的Transformation 並不是只有在鋼鐵有的 大家特別要注意 Mardincite的Transformation 或者是我們把它叫做Dispressive的Transformation的話 在陶瓷裡面也有這樣的現象 比如說氧化鉤 它有Tetraconal phase跟Monoclinic phase 所以它在中間裡面在相片化發生的時候 它可能就是直接就像Mardincite的Transformation一樣 它也不涉及到Diffusion的Process 那Zirconia的話 我們一般裡面會把它加上一個E-Train 我們想去Stabilize它 那Zirconia在陶瓷裡面 我們把它叫做Tsunami Steel 也就是說它受到硬力的時候 它產生相變化 然後讓它用這樣的一個機制來Tuffling 就是來強化它 所以你在很多地方你會看到有氧化糕的這個 因為它的韌性很好 比如說你一些陶瓷刀啦 或是甚至假牙 有人都用這個來做 還有我們女同學喜歡的這個Diamond Diamond為什麼跟氧化糕有關呢 就是你的人工鑽石 它就是用氧化糕來做的 人工鑽石 所以我說我曾經在美國旅行的時候 曾經在Valentine Day的時候 看到那個在USA Today上廣告 一克拉99塊美金 一克拉的鑽石99塊美金 我就骨頭 真正一克拉的鑽石 可能要買要多少錢 可能要9900塊美金 就是要幾十萬台幣這樣才買得到 結果你用氧化糕可以做出來是99塊美金 他做出來的話 那個樣子 記憶一個人看出來幾乎像真鑽石一樣 所以你拿去送給人家 對方拿到也不可能把它打碎了去打X-ray 他怕打錯了怎麼辦 所以 Anyway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像的變化 基本上我們從free energy的角度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樣去approach這個問題 所以這邊如果重軸是free energy 然後X軸是它的composition的變化好了 那我們說如果我一個free energy curve 是類似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 data g如果是大於0 也就是說我把它改變 它的free energy會增加 就是從這一點跑到這裡的話 這個data g如果是大於0的話 那表示這個平衡是穩定的 因為你任何的改變 濃度的改變 它free energy會增加 那表示你原來那一點 它的free energy是最低點 所以這時候它就是會降下來 那如果是data g如果是等於0的話 在equivalence neutral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可能是在一個平的 那這個平搞不好是在高台也有可能 也比較低的也有可能 那它只是在那個地方不動 所以你把它看就是在一個平面上面 你有一個球 所以它只是一個中性 它也談不上說它是一個穩定 它只是在那邊移動也有可能 那如果是data g如果是小於0的話 那變成就是說 我如果是在一個高點好了 concave down 所以我只要一移動 它就free energy就會往下降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是這樣一個concave down的話 那你的這個平衡是基本上是不穩定的 OK 所以這只是一個初步的這樣來看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比如說像這樣的curve 我們知道它一直微分 在這一點上面一次微分等於0 那二次微分可能大於0 也可能小於0 那我們再來看 你怎麼去決定 它的這個 相的穩定或相的平衡等等 所以我們這邊地方只是做一個 把data g把它做一個tide的展開式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你有小data g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變成二分之一的data的平方 g 就是說這個地方是把tide的展開式 把它展開出來 所以我們說在平衡的時候 它的data g等於0 OK 但是我要知道這個平衡是穩定平衡 還是不穩定平衡 還是它只是個重性 所以我們知道把這個地方拿下來 就只剩下這個equation OK 那這個equation的話告訴你什麼呢 因為你這邊濃度的變化的平方的話 它是always是正的 所以你知道第二項的這個右邊那一項是always正的 所以如果data g要大於0的話 那表示你二十微分要大於0 因為我們知道大的data g大於0的話 表示你這個相平衡是穩定的 因為任何改變都會造成它的free energy的增加 所以那告訴你 你這個可能是concave up 也可能concave down 那有可能各種情形 那如果我要data g大於0的話 那我一定要二十微分一定要大於0 所以告訴你什麼呢 它一定是要concave up 這個平衡才會是一個stable的平衡 那如果是data g小於0的話 那表示你這個是一個concave down 那表示 even你在這一點上面 data g等於0的話 你的data g它二十微分 一次微分等於0 但是二十微分的話 它會小於0 那表示它就會不穩定 就是當我們在講data g等於0 小data g等於0的時候 我可能是concave up 也可能concave down 那這時候就要用二十微分來決定 所以二十微分這個地方 二十微分是大於0 所以我知道這個是一個穩定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二十微分會小於0 所以它是一個不穩定的平衡 OK 所以這是到了第二項的部分 那如果我二十微分還是等於0怎麼辦呢 就是我出現了緩曲點 就是說我出現是在緩曲點的位置上面 那這時候我怎麼決定它的這個道理 它是穩不穩定 所以這時候你就變成是這個 只剩下這個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因為你這張三十微分 三十微分的話 我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地方的話 也可能會是正還是負的 OK 所以這時候你怎麼樣弄它都是不會平衡 就是說你除非這一項是等於0 如果這一項它是正的 你也可能找得到這個地方讓它變成負的 所以你的data計就會小於0 還是不穩定 那如果你這一項是負的 你也可以找到一項這個 這一項會讓它是正的 因為我的composition的變化 我可以往右邊走 我也可以往左邊走 所以你三十微分如果是大於0 我也可能找得到那個成分的變化是 三四方化會是負的 那你永遠這個地方都是不穩定 所以如果是二十微分等於0 你要告三十微分的時候 是永遠都不穩定 所以這時候唯一的 你要讓整個系統穩定的狀況之下 有可能會穩定的狀況之下 就是等於這個項是要等於0 然後等於0的狀況之下的話 我只要看到第四項 第四項的話就等於跟第二項一樣 跟二十微分的一樣 就是說 我再把這個邏輯再講一遍 就是說你一次微分等於0 二十微分等於0 那你這個系統要讓它穩定的話 唯一的可能就是三十微分要等於0 如果三十微分不等於0 那你這個系統一定會出現會小於0 就是你會出現這個小於0 這個系統就不穩定 所以你要讓它有可能會有穩定的可能性的話 變成是一次微分等於0 二十微分等於0 三十微分也要等於0 下去要看四十微分 四十微分它大於0的時候就像這個 四十微分大於0的時候它就是穩定 四十微分如果是小於0 它就會不穩定 所以這個邏輯是這樣來的 就是說一次微分等於0 那我不知道它到底是concave up還是concave down 所以我要看二十微分 那二十微分如果也等於0 就是說三十微分一定要等於0 三十微分如果不等於0 你的系統一定不穩定 那三十微分等於0以後 那我要看四十微分 四十微分代理是小於0 不穩定 大於0是穩定 那就要看到第四十微分的部分 好 好 所以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它 Local composition的 fluctuation 我們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圖好了 就是說我的free energy是Y軸 然後這個地方是濃度 那我可能出現一個是concave up 那也可能是concave down 那也可能出現一個像那樣子 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我本來是 所以我們知道如果我本來是 這邊有A 這邊是B 這個濃度是這樣 那現在我有一個是C 那我想要知道C會不會 decompose 原來的地方是在這裡 會不會 decompose變成A跟B OK 好 如果這兩個像是 一個是A一個B的話 那它的give energy的話 mixing the give energy 就等於m 你用level rule就可以去算出來 那個m上面的give energy 但是A跟B如果變成C的話 它的give energy就會變成到這一點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如果我把C要變成A跟B的話 give energy是不是要從幾C變成GM 增加了 所以不會發生 OK 就聽一遍這個邏輯 就是說我本來是一個single phase是C 那我想要知道這個C 本身會不會有phase separation 變成A跟B 那A跟B 它的mixing the free energy 是等於GM 就是這一點 GM 那GM是不是會大於幾C 所以我知道如果C變成AB的話 free energy要增加 所以這個phase separation不會發生的 所以這個不會發生 那如果我們再從剛剛所講的來看 如果這邊這個C是屬於最低點 ΔG等於0 那它的25倍分比也是大於0 所以C不會變成A加B這兩個項 因為它是一個stable的平衡項 stable的equilibrium的意思 OK 所以這個邏輯跟剛剛講的這個邏輯 其實是完全一致的 OK 那另外一個的話你可以看到這一個 OK 你本來是single phase是C 它在上面 OK 那當它decompose變成A跟B OK 那A跟B的話 它的mixing free energy是GM 那原來是幾C 那你知道幾C大於幾M 所以C變成A加B的話 它本身是一個energetically favorable的phase separation 所以這時候它會發生 這個相片的話會發生 OK 那你在從剛剛的邏輯裡面來看 如果C是最高點 C的一次微分等於0 那我們知道它20微分的話 會小於0 20微分小於0的話 你整個系統是屬於不穩定的 你會有phase separation要發生 OK 所以這個 這個不管你是從 從這個角度來看 或是從它的像的這個 free energy改變的角度來看 都可以得到一樣的這個結論 OK 好 那另外一種可能性 我們可能出現這樣子的現象 OK 就是說我出現這樣子 它可能C 它在C的 在這一點上面 它是25微分等於0 25微分等於0 那這一點 我們把它定義叫做spinotal point spinotal point spinotal point的話它是separate 一邊是所謂的unstable 另外一邊是stable 就是這一邊是stable 這邊是unstable 因為這一邊的話 是二次微分它會小於0 這個部分的話 是二次微分會大於0 所以這個地方是屬於unstable 所謂unstable就是說 它會有phase separation 會有向分離出來 那stable的地方的話 它基本上 它有向的分離 但是向的分離的話 基本上它可以穩定 但是它如果有向分離的話 會用nucration and growth的機制 所以等一下 我們會把這個地方 再分析得更仔細一點 它stable的位置裡面 就是說我們還會看到 有所謂的metastable 跟stable的位置 我們等一下來看一下 好 那我們把像圖再把它拉出來看 OK 就是說這個地方 等於涉及到就是說 一定要把熱力學跟動力學 都要一起拉進來看 你才有辦法能夠 比較能夠清楚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像圖 你可以看到 它本來在這邊liquid 然後這邊是solid 然後中間的話 是liquid加solid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會有一個missibility gap 就是一個 附容區 或不附容區 會分開 missibility gap OK 所以當我們看到它 有missibility gap的時候 我就已經告訴你 比如說這個地方 有元素1跟元素2 它們之間的mixing的anthropy 會是大於0等於0 會小於0 會怎麼樣 會大於0 當你看到它有一個 有一個不附容的區域的時候 就是表示它們兩個 在低溫的時候 不喜歡在一起 然後高溫的時候 它是形成single phase 在高溫的時候 是single phase 高溫是因為 entropy的stabilization 因為你在高溫的時候 它的-tΔsm那個term 大於它的 就是說這個term 比ΔHm還要來得大 所以讓它在高溫的時候 形成single phase 可是當你把溫度降下來的時候 -tΔsm不夠大到可以去 compensate那個ΔHmix 所以讓它在低溫的時候 必須要 必須要形成 phase separation 也就是說A跟B 就是說原子1跟原子2 它不喜歡在一起 那因為亂度 這時候你那個溫度不夠高了 你的亂度的這個term 不夠來compensate那個mixing的anthropy 或是不夠compensate那個 我不喜歡你的那個能量 因為我不喜歡你嘛 你硬是要把我湊在一起啊 那高溫的時候 是因為溫度所產生的亂度 讓我們之間可以打成一片 可是到了低溫的時候 那個溫度不夠了 亂度的產生的能量不夠了 所以這時候它必須要有相分力 所以我們把這個地方看到 這個有幾個這個重要的點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來看這個圖 在unstable的region 就是在這個dome裡面 我們來看一下free energy curve 我如果選擇這個溫度 選擇這個溫度 選擇這個溫度的話 基本上我們畫出來的free energy curve 大概基本上是這樣 其實畫這個圖應該基本上是這樣 一個這樣的線 一個是這樣子的線 它是兩條線裡面 你去把它畫出來的 不是說它一條線free energy curve 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energy curve 好 那這個 energy curve的話 我們把它仔細去看 就是它在這個t prime裡面 它下它畫出來的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一點跟這一點 就是等於畫過來到這裡 這一點畫到這裡來 OK 然後這一點對照的是 跑到這裡來 這一點對照的是 跑到這裡來 OK 好 那我們去做它的這個 這個free energy curve的25微分 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中間 25微分會小於0 在這兩點上面 這個inflation point上面 25微分等於0 在這一塊25微分大於0 這一塊也是25微分大於0 所以很快我們就把它分出來 它25微分大於0 小於0 還有等於0 有三個位置的區域裡面 OK 好 那我們來第一個先來看 這一個區域裡面 我把它寫個U 就是unstable phase 這個地方把它寫 叫做M 是metastable 然後這個地方 S的話是stable region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unstable region unstable region的話 基本上它的free energy curve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我們一看到 知道它是一個concave dome 所以 所以free energy 25微分會是小於0 在這個dome裡面 25微分會小於0 OK 所以當 你的本來的位置是G4的話 如果它形成兩個phase 一個是G1跟G2 G1跟G2的話 它的平均的這個give energy的話 會在G3 那我們知道G4會小於G3 G4大於G3 做錯 G4大於G3 G4大於G3 那表示就是說 你會有phase separation 而且不只這樣子而已 它有phase separation 它還沒有energy barrier 因為能量always是往下降的 就從phase4要變成phase3的話 phase4要變成phase1加phase2的話 基本上它沒有energy barrier 那表示這個向變化的發生 完全是由來自於kinetic的controlling mechanism 就是來自於擴散 就是說我今天從phase4變成phase1跟phase2的話 我的能量是always要往下降 我中間裡面並沒有一個energy barrier 所以它always always 是一個energetically favorable的process 那後面我們會再推到 當然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先這樣來講 它的25分小於0 所以我們知道它的chemical deficiency會等於 會大於0 小於0等於0 G3H25分已經小於0了 所以前面我們在推倒regular solution的時候 我們說它的chemical deficiency跟它的25分 G3H25分會成正比環比的關係 看一下前面我們講的chemical deficiency 前面大概只有幾 兩頁還是三頁而已 所以它是不是正比的關係 chemical deficiency跟它的 give energy的25分是不是正比的關係 所以give energy的25分小於0 chemical deficiency就會小於0 所以我們知道在這個dome裡面 under這個dome裡面 會有upgrade diffusion chemical deficiency會小於0 OK 那記住有這個dome 它的omega要大於0 它的mixing的entropy要大於0 OK 有這個dome發生的時候 chemical deficiency它會小於0 它會有upgrade diffusion 它的phase的formation 是靠的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因為它會有upgrade diffusion OK 現在我都還沒去講 什麼叫spinodal decomposition 但是基本上 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你把這個先生把它講 我說phase suppression 是spinodal decomposition 那等一下我們下一張會講就是說 那spinodal跟incretion growth 之間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這個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在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區域 這個區域裡面的話 基本上25倍分大於0 所以我們把這個圖把它畫出來 在這個區域裡面 就在講的是這個區域 那這個區域裡面的話 我們來看 如果我本來的濃度如果是 C要變成A加B的話 C變成A加B的話 是不是幾C小於幾F 所以C變成A加B的話 能量是不是提高 是不是 因為幾C小於幾F嘛 所以C變成A加B不會發生 所以也就是C如果它的flucturation composition的flucturation 是small fluctuation的話 它的相變化不會發生 它等於一上去又下來了 就是說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small fluctuation 它不會發生 可是如果C它有large fluctuation 也就是它diffusion的distance夠大的話 它要變成A加C的話 它會不會發生 會發生 為什麼它會發生 就是說C要變成A加B 我們不知道它不會發生 可是C要變成A加D的話 會不會發生 因為C變成A加D的話 它的能量從幾C變成幾E嘛 對不對 所以它的能量是不是要減少 OK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metastable state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如果你是small fluctuation的時候 它相變化不會發生 你large fluctuation的時候 它的相變化不會發生 OK 你把它想成這樣好了 我不知道後面我們有一個這樣圖 你把它想成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個energy wave是這樣 上來 然後上面有一個這樣小小的坡 上面有一個小小的凹槽 那一個球在那裡 如果小的 fluctuation 它不會抖出來 可是如果你把它抖大一點 它就砰砰砰砰砰砰砰 就抖 抖就抖下來 OK 所以這時候 這種我們叫做metastable state 就是小的 fluctuation 它不會有相變化 那大的 fluctuation的時候 它會有相變化 那這時候它的相變化是來自於什麼呢 Nucleational growth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stable region 那stable region的話就是這一塊 這一塊的話基本上 它沒有相變化 它繼續維持它是一個homogeneous phase 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這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stable phase這個地方它沒有相變化 它維持一個homogeneous single phase 然後這個地方也沒有 那只有這個metastable state metastable state的地方 它small fluctuation它沒有相變化 large fluctuation的時候它才會有相變化 而且它相變化發生的機制 會是靠的是negration growth 然後在這個中間裡面的話 基本上它沒有energy barrier OK 那我們說這個地方有相變化 C要變成A加D的話 它有沒有energy barrier呢 它會有 我們用下一個mechanical的analog 我們來做個解釋 你可以看到它本來的重心是在B OK 你把它推了要變成到C 所以它中間有 它的重心是不是要提高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它的energy barrier OK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地方小小的 小小的 那你如果small fluctuation它不會發生 但是大發生的話它要克服這個人杖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這個人杖 克服以後它往這裡走 OK 所以這個的話我們把它看成就是 像是一個metastable state 就是說你small fluctuation它會在那個高原上面 那邊抖抖抖抖抖抖 大的 fluctuation它才會跑出去 那小的 fluctuation裡面它要跑到大的 它中間有一個energy barrier OK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這個小E 這個E的部分就是它的energy barrier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metastable state跟unstable 它的這個相片化的情形是怎麼樣 我們說如果說metastable state 它是small fluctuation OK small fluctuation就像你一個海浪一樣 比如說海浪要起來 那海浪如果是太小了 它就一下就沒了 就變平了 就是small fluctuation 就是你fluctuation起來 但是不夠 所以它又不見了 就沒了 那 所以一種方式是 你如果有large fluctuation的話 它一步到位就形成新的像 形成 比如說你原來是濃度是x0 OK 然後它 fluctuation 就是像這裡 它 fluctuation很大 它就從c直接變成a加d OK 所以 你就是從原來x0 它 fluctuate以後馬上變成兩個像 一個是x2 一個是x1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會有downheal diffusion downheal diffusion downheal diffusion 然後nucleate以後 然後開始會grow 所以它繼續grow 後來形成兩個像 一個是x2的face 一個是x1的face 其實你看這個圖要這樣看 原來溶度是x0 當它有flucturation的時候 一下子到x2 一下子 另外一個在x1 就形成兩個face 那像x2 那像x2的increation and growth的話 它形成了新的face 的濃度基本上是被固定的 一形成就固定 而且這個particle 形成新的face的話 基本上它有個tendency 想要變成圓球形 那為什麼它要想要變成圓球形呢 因為它想要降低它的整個total surface area 所以當它繼續成長的時候 基本上你會看到它的particle 都是discreet的particle 就一顆一顆的particle 而且溶度基本上一下子就進入到的 它應該要有的這個溶度 比如說像這個case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是x2 一個可能是x1 所以這個的話就是靠的是 nucreation and growth 我們從micro structure 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 就是圓球形 而且都是一個discreet的particle 那如果是unstable region呢 你要把它想成像是一個wave 它有一個wave像花生 就是本來是平的 然後慢慢是出來慢慢出來 你把它想成像海浪一樣 就是越來越勇越大 越勇越大 越勇越大 就是說你本來沒有的 然後突然就啪一下上來 然後再過來 就一個海浪越來越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flaturation 本來是這樣 然後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是越來越大 那到後來它也會形成一個x2跟x1 它也是形成兩個face 它的face跟這個兩面的face是一樣的 就是x2x1的face 可是它形成的micro structure 就是一個周期波的structure 是一個periodic structure 它的形成的structure 有點像我們在之前在講 複裂解的時候 它可能就前面有什麼 ancos加bnsin 然後exponential的負排平方這樣子 就是說它可能有一個元素就是這樣在跑 然後另外一個元素可能是另外一個周期又在跑 所以你如果去看它的micro structure的時候 你看不到有像這樣子的structure 就是說這樣子的話是一個discrete 那這個的話就看起來是好像複相 alpha1跟alpha2 就是face1跟face2兩個都複相 embedded在裡面 看在裡面 然後你去做EDEX分析的時候 所以我會看到它有周期波 這是一種 另外有一種 最近我一個學生在做 它做出來的話變成什麼 它形成一層是 比如說是A-rich 一層是B-rich A-rich B-rich A-rich B-rich 然後形成周期波 然後還可以求出它們之間的wefence是多少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就是說你可以在tm下面可以看得到 它就形成alpha1 alpha2 alpha1 alpha2 alpha1 alpha2 alpha1可能是A-rich alpha2可能是B-rich 那你用EDEX一打 就可以打得出來 它是A-rich 這個B-rich A-rich B-rich 然後可以求出它的wefence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 就是說雖然它要形成是 一樣是兩個phase 一個是X1 一個是X2 這邊也是一樣X1X2 但是它形成的整個的機構是不一樣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這裡的話 濃度是越來越往上 就是它是up-here diffusion 從低濃度往高濃度中 從低濃度往高濃度中 這裡的話是由高濃度往低濃度 它always是down-here diffusion 所以這裡的chemical deficiency 基本上是大於0 這個地方的chemical deficiency 是小於0 OK 所以我們從microstructure 從它的這個formation的mechanism 你都會看得到它們兩個之間 是很不一樣的microstructure 很不一樣的一個像變化的機制 OK 好 我們今天我們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後面我們再繼續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